中文字幕 李宗盛 1月24日是星期日 我記得16年1月24日是星期日 天文台錄的氣溫只有3.1度 大墓山是零下6度 他說什麼大墓山有結霜 大家就誤會 什麼大墓山可以看雪 但如果心水清的話 雪和冰是兩件事 基本上因為香港是屬於亞爾大的氣候 甚至是亞爾大氣候地帶 對於香港這個珠三角的地方 是完全不會落雪 所以說對於香港來說落雪的機率是零 這個畢業的祈禱會和畢業的活動 今日都結束了 才進到祈禱會做 祈禱又說了大件事 最後就是有關於我們畢業生的一些回憶 什麼回憶呢?就是我們初中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他一個在初中 就令他想起我小學的時候 我小學同年級 就是考畢業史之前 我就去了這間中學 就是我讀那間中學 就是培成中學 就interview 就是我第一次見校長 第一次接觸這間學校 被錄成 然後 現在都已經六年了 上課時間都已經沒有了 已經過完了 但是 都可以說有些不捨得 就是他回憶回我們這六年來 到底有些什麼活動 但是始終下 都有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都不捨得 特別說 最捨得的就是我偷怕那件事 中三 因為偷怕這件事 甚至是這個事件 都 很久 甚至可以說中三 都發生過很多事情 什麼是偷怕 然後又不斷罵誰 誰 因為我覺得太明顯 我經常都說 自己把東西放在網上 人人都看到 可真會 真的很難看 然後畢業禮活動 即是 遊戲 拍照 吃的 這個畢業禮活動完畢之後就是放假 隨後都是有補課 那你都補到考DSE 他甚至說什麼老師有懷疑的 他說記住 我都不記得3月30日和曬日是考中文和平時 我記得我們最後一次聚會的應該是5月20多日的畢業典禮和6月的Gathering 這個就是謝斯宴 但機會上 甚至我知道的 6月的Gathering應該都不是所有人出席 因為有些人都不會出席 基本上有些人不出席 那暗示就是畢業典禮最後一次見面 畢業典禮做了什麼 如果我記得的話 我從5月的畢業典禮 就是畢業典禮的 中六那班 就是他拿完畢業證書之後 然後留在學校的 這個 雨天操場 即是吃晚飯 吃完晚飯 走去走 因為機會上也是 因為中六就是我們 最後一次在學校吃東西 就是畢業典禮的時候 所以 那還是要 後悔一下 那還是要 那還是要 後悔一下 就是 中四那個 不是 是教我中三的化學 老師 就是 在我讀中三 三學企圖會的時候 他說要離開學校 那之後 見面的就是 17年12月22日 每天 元朗大華 酒樓再啟 即是再啟 即是再啟 之後沒有了 之後就今天 再撞到他 基本上 都很多 就是他畫到很多學生 那個 現在都不同了 那個樣子 特別就是 他對我 不知為什麼 他說 我也不扁了很多 又長跑 又做人看 然後跟我拍了照 竟然上了之後他走了 因為他只是回來 參與這個畢業禮活動 那些 即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嘩 真的都 都過得很快 這麼快 就畢業 不是 都 高音次戰 日月月梭 曾經也是 我小學 那時候也是 小學路易級 這個畢業典禮 就是 原來我站在那裡 做幾多次 是2014年7月幾的時候 7月3號 即是 我上台說 什麼 他拿證書的時候 即是 我都 慨嘆自己 為什麼 嘩 小學路這麼快 不見 都有點不捨 這間學校 雖然說 都是學校 發聲很多事 然後 在 被人記 頭髮長 這些事情 都是 都很正常 但是 我認識了一班 討好朋友 同學 這樣 應該是什麼呢 五月幾畢業典禮完之後 我們就分散了 去到不同的地方 即是投身社會 那我都想說一句 就說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攝眷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無論 你掛念的人 或者你喜歡的人 無論去到多遠都好 你都會 即是 你都會掛念他們 不會忘記他 我不知道是這個意思 應該是這樣 但願就是 唉 我期望 我們能夠 維持好朋友 維持關係 就算去到多遠都好 都不會忘記 這就是彈二人長 一千里共攝眷 的解釋 應該是 唉 明天放假 即是今晚開始放假 不如 第二部到期了 完之後 之後 開始補貨 就是二月三號 二月三號 到三月十幾號 基本上每天都要補 真的 除了星期六日之外 不是 星期六要補地理 又補化學 又行 唉 喂 如果你心水清 說 美國的 流感 真的不是肺炎 死了千幾 我記得那時候 死了六千幾個人 我一開始以為三萬是脆計 死了這麼多人 後來不是 他說 武漢發炎 現在就說 每個人都報 有六百幾宗 有十七個人死亡 說湖北省那裏 災情是最嚴重 最後 武漢市政府宣佈 將武漢的運輸網絡全部撤斷 即是中斷 什麼意思是封了水路陸路 即是連火車的服務都停駛 基本上武漢好像是一個死城 但是香港都有 香港有幾宗 但是基本上 每個人都在想 如果疫情繼續都是這樣的話 那會不會真的 會有停貨呢 基本上沒有什麼可能 因為如果你說肺炎肺要停貨 就像沙士那樣 那我相信我不用補貨 雖然我不太想補貨 但是我都想補貨 因為都差不多 麻煩事了 DSE